阿達 浩浩還有所有的廣播人們 WOW 我是HeatFam的夜貓DJ丹尼森 哈囉 現場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達 海盜好 我是浩浩 陳志浩 阿達 今天在國父紀念館 業績做最好的就在我們身邊 這個獎應該是他頒吧 當然 號稱地球最強 業配使者 浩浩如何爽 陳志浩當然是要來頒發廣告獎啦 好的 不敢當 不敢當 但我覺得廣播廣告 比起我平常做的業配 我覺得困難度再更高 因為廣播廣告只有聲音 沒有畫面 我覺得是執行起來更難 所以要有很黑斗的旋律 所以就是要Hook很強的 像是金鐘舞舞金將 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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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啦 欸 好洗腦 相信有被洗腦過的人 應該懂我們在幹嘛 所以我們今天趕快來頒發這個獎項吧 來 欸 防疫遠一點 很好 好 哈囉 金鐘舞舞 商品類 入圍的有 剛剛很即興地跟大家表演了一個 忘記講入圍者的橋段 是的 沒錯 不好意思 也是一種Hook 一個廣告的感覺 Freestyle 對不對 大家就會記得這個了 很好 恭喜震生 感覺剛剛他的那個 更有Hook的感覺 講完之後可能廣告通往那邊跑了 對 好厲害 你看 順手來就自己一個 非常品類代表著沒有那麼多業配 那廣播呢也是所有演藝圈食物裡面的薪水比較低的 喔 所以讓丹尼斯來好嗎 嘿嘿嘿 你可以問所有網播的人 大部分的主持人都是有兼職的 是吧 欸 我們薪水可能沒有達那麼多 但是我們熱情是一樣的對不對 水 可是你不是開很好的車嗎 哈哈哈 那台呢是跟Lulu借的 創新獎的部分 我相信應該要由浩浩來為我們頒獎吧 欸 畢竟他從小就開始幫自己家的幼稚園做業配 然後一直之後呢 變成拍自己的影片 到最後變成了單身狗叛徒自己跑去結婚 到現在又有浩哥宇宙還有浩英未來 我相信這個創新獎應該要由你來頒對吧 哇 我發現阿達哥今天一直在講我的好話 那今天是要開發票還是 很難得有機會被別人業配吧 對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首創電視與新媒體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多照顧娛樂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對我的照顧 最及時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